大家好,我是鄭老師 今堂我們會講北朝的漢湖融和 北朝是屬於魏晉南北朝的時代 這是一個什麼時代呢? 我們重溫一下歷史的時間 在漢朝的末年就是東漢 然後由曹丕散漢 建立了三國時代 分別是曹操的魏 劉彼的淑和宣權的吾 三國時代之後 由司馬氏散了曹擬建立了一個叫做西進的政權 西進的政權只維持了51年的大一統 後期滅亡出現了中國之後的一個分裂局面 這個分裂局面我們會分為藍和北兩邊來說 在中國的北方出現了一個長期分裂的局面 而這個局面是由少數民族胡人去統治 建立了不同的政權 例如有前兆、前燕、前秦、南梁等等 而這個北方的政權我們會叫做吾胡十六國的時代 而南方就是由西進的司馬氏南遷 建立了一個政權叫做東進 後期的北方其實是短暫地統一 由北偽統一 但是之後亦再分裂 成為東偽、西偽、北周、北齊 而南方就有南朝 包括四個時代 宋、齊、梁、陳的政權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時代我們會叫做魏晉南北朝 而今堂我們會說到的主要是北朝 即是中國版圖北面的地方 包括五湖十六國 和不藝的孝文帝改革 我們正式回答課題 我們的課題是北朝的漢胡湧 漢就是漢人的意思 而胡就是漢人 這兩種人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 大家知道漢人和胡人有什麼分別嗎 我找了幾張照片給大家看 左邊是漢人 而右邊是胡人的相片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無論他們是外貌、骨架上有什麼分別 例如 胡人其實是擅長騎射的 而且骨架是比較粗獷 會留一些胡子 而漢人因為 他本身是集中原文化 和胡人之間的骨架 或者他們的外貌 都有一定上面的區別 我們經常說胡人 胡人是解什麼呢 在西藏時期 胡人是指北方的少數民族 包括了五湖 這五湖是 兇奴、鮮卑、低、薑和鐵 首先我們會看看 北方的胡人 內曬的情況 什麼是內曬呢? 內曬的意思就是 由北方 遷到去 邊境的地方 或者是南方 這個過程 我們會叫做內曬 那究竟為什麼胡人會下來 南方呢? 其實這個是和當時的政權 或者朝廷 對他們採取什麼的態度 或者政策 是很有關係的 朝廷的態度 是直接影響到胡人 怎樣來曬的 第一個讀的會是漢朝 原來漢朝的政府 對少數民族採取一個招負的態度 所謂的招負就是招攬和安撫 即是朝廷沒有打壓他們 反而招攬他們 准許這些少數民族移居在塞內內 意思就是可以在邊疆附近生活 例如漢文帝的時候 其實一個大臣叫朝廷 是建議去招攬少數民族去充實邊境 開發邊疆 而在光武帝的時期 南兇奴更加是投降漢室 遷到去中國的河西地域 第二個時期就是曹藝時期 當時他是以招負的態度 去將少數民族招負成兵 作為一些軍事的用途 曹藤將當時的烹路分鎖做五步 經常招攬他們成為兵隊 例如底族的五萬人對抗劉備 烏援人成為騎兵 除了招攬兵隊之外 更加將一些先卑族的人 和當時的漢人集居 所以已經出現了湖漢集居的情況 第三個時期就是西進的時期 西進的時期是採取一個放任的政策 即是沒有理到胡人的內曬 我們可以看一個 光統的《曬庸論》這本史書 它說到 關中之人 百如萬厚 率其多少 容敵堆叛 容就是解西容 敵就是不敵 意思都是少數民族的稱呼 在這句話中說到 原來在西進的時期 關中這個地方大約有100萬人 粗略估計 其實胡族的人佔一半 即是證明原來在西進時期 有很多胡人已經遷來關中的地區居住 和漢人集居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原來當時的西進人口 只不過是當時漢朝全盛時期的人口的七分之一 所以當時的西進是對胡人耐曬持放任的態度 由得他們落到中原這個地區 當時耐曬的胡人已經過百萬了 而他們耐曬的作用就是補充勞動力 當時有朝臣其實是提出《曬庸論》 曬庸論的意思就是反對胡人再耐曬 認為胡人耐曬是會有對政權的威脅的 所以希望將胡人遷出他的塞外 或者將他們遷回故土 但未被當時的君主所採納 大家可以想一想 為何當時的《曬庸論》 還未被盡君主所採納呢? 原因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時勢方面 其實一致漢朝以來 漢人和胡人的集居 互相感染的情況 已經成為了大勢所出 所以強行將胡人遷回原來的居住地方的《曬庸論》 變得與時勢背道而似 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居所上的問題 胡人內遷之後 其實原來居住的地方已經被其他民族所佔領了 如果強行將胡人遷回本身要住的地方 是成為了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無論是時勢上面 還是實際上 就無論是不可行的 雖然當時的西藏政權 對胡人採取了一個放任的政策 但其實內遷了胡人經常受到漢人的欺凌 而且漢人的長官對他們重徵賦役 所謂的賦役就是賦碎和遙役 最終爆發了一場胡人的亂事 叫做永家之亂 永家之亂也是導致整個西藏政權滅亡的結果 事情發生在晉懷帝永家年間 當時的兇六人流冤起兵作亂 自稱為漢王 後期他的兒子劉聰更加派兵攻打落洋 老走了當時的晉懷帝 他更加中火搶劫殺了三萬多人 這件事我們叫做永家之亂 後期劉聰又再派兵入了長安 老走了最後一個皇帝叫做晉文帝 導致整個西晉政權正式滅亡 接下來我們會看西晉時期的胡人分佈 這個位置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 所謂的分佈其實一定是地圖 五胡究竟是怎樣耐曬的呢? 首先會說的是空爐 空爐的位置會在北面不斷地耐曬 去到什麼位置呢? 就會去到今天的山西和陝西的北部 然後鮮秘族本身就是地圖的東北方 而它會去到現在的遼東和青海位置 而帝和薑就會移動去到這個位置 即是今天的陝西和甘肅零下 而蠍呢? 就會移動去今天的山西散附近 大家必須要了解五胡的分佈位置 和它們耐曬的情況 從這個地圖看到 其實耐曬的胡族 對整個西晉的首都洛陽這一點 究竟形成什麼形態呢? 和怎樣反映到西晉政權潛在什麼危機呢? 其實可以看到五胡的耐曬 是將整個洛陽呢? 形成了一個半包圍的狀態 假設它們南下東侵 是會導致整個西晉政權亡國的 也是剛才所說的永家之亂 跟著第三部份我們會說的 就是五胡十六國時候的 漢湖集居和護法的情況 那首先重溫一下五胡十六國 其實是由西晉滅亡之後建立的一個北方的分裂政權 是由不同的胡人 就是少數民族建立的 例如有前兆、前燕、前秦、不燕等等的政權 其實當時 其中一個政權是維持了一段暫的統一 那個就是前秦 但是維持了一段時間統一之後 又出現了一個分裂的局面 所以北方是長期分裂的 直至到北藝時期統一了北方的補足 這段時期經歷了136年 而我們這個時期叫做五胡十六國 雖然叫十六國 但其實它並不是只有十六國的政權 十六國是根據當時的一本書 叫做十六國春秋而命名的 實質上其實北方的政權是有20個 在五胡十六國的時間 出現了幾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就是漢胡集居 集居的意思就是互相居住在一起 這樣的意思 其實在東漢以來 胡人都不斷耐勢和和漢人集居 去到五胡十六國 因為當時的政局非常混亂 所以出現了很多戰爭 不斷供佛 所有大規模的遷徵 胡人和漢人之間 經常可以接觸和聯繫 因為接觸的關係 互相的文化開始有交集和影響 漢人感染到當時胡人的文化 而胡人同一時間都感染了漢人的文化 出現了一個叫做漢胡互化的情況 首先同學要了解到 漢胡互化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例如漢的文化其實是影響著胡人 當中什麼是最受影響的呢? 其實就是漢人將他的制度、經濟、學術文化 帶給胡人 這些帶給胡人的文化是比較無形的 而且是制度性多些的 相反地 胡人同一時間 也將他本身的一些文化 帶回到漢人的世界裡 那些是一些技術、日常的飲食、戲劇和娛樂 都是比較有形式的 可以看得見的 而且是一些技術上的東西 因為互相影響 所以這個位置我們就會叫做漢胡互化 首先我們會說的就是胡人被漢化的情況 我們會分為政治和社會兩方面這樣說的 首先在政治方面 我們會說軍主 原來很多胡人的軍主 就已經不再是那種勇猛或者好騎蛇的風氣了 而是傾武漢人的傳統文化 而是習一些儒家的典食 例如匈奴王 劉淵其實是非常喜好讀五經和漢書的 而他的兒子劉聰更加擅長於書法 先卑族的慕容士軍主更是博覽群書 除此之外 其實他們都是採用一些漢人的政治和禮儀的制度 更加招覽一些漢族的人才 例如後照的石勒 還用當時的漢人張斌 而前秦的傅堅還用當時的漢人王猛 除此之外 軍主更為了鞏固政權去擄落一些北方居住的漢人士族 鼓勵他們 胡漢通婚 更加用漢姓 例如兇奴人會改姓為流 更加會講漢語 習漢字 除了政治方面就是社會方面 其實社會方面所有的胡人都改變了他們的社會模式 由原來的有木民族 改為一些半木半農的民族 更加過度去到中原 成為一個農業定居的民族 原來本身一些胡人 是以部落形式生活的 但後期因為遷到中原之後 部落已經瓦解了 變成偏湖 所以原本的布也改為成為湖 雖然他們已經改變了很多 而且被漢化 但是其實很多的胡人 更加保留本身自己的語言和風俗習慣 同時其實漢人都被胡化 主要就是在技術和生活方式方面 在技術方面 因為胡人將大量的牛羊馬匹帶來中原 傳授給漢人一些駕馭和治療的方法和技巧 而在生活方式方面 其實漢人都逐漸胡化 例如穿胡服 用胡藏 吃胡食 或者是引入一些胡墓 胡臥等等 那麼今堂的漢胡溶化的課題 就到這裡了 各位同學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E-mail給我 按下 看 看 谢谢大家